大家好,分享一条新闻 2020年4月,时任釜山市市长吴聚敦自曝 涉性骚扰丑闻辞职 2020年的7月,时任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卷入了性骚扰丑闻后 自杀身亡 在今年的4月7日,韩国举行了首尔市长和釜山市长 等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再选和补选工作 补选结果在4月8日上午揭晓,也就是今天的上午揭晓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 在两地市长补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遭遇了惨败 首尔市长选举中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以57.5%的得票率 当选首尔市长 釜山市长的补选中 朴亨俊也是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 以62.97%的得票率 当选釜山市长 吴世勋和朴亨俊将从4月8日起正式履职 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多 吴世勋在胜选后表示 将尽快有效地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 帮助承受苦痛的市民 朴亨俊则表示将以优质的施政工作 回报在困难中给予支持的市民 此次首尔和釜山市长选举是韩国2022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也是共同民主党时隔五年在全国范围选举中惨败 还没预测今后政局可能会发生变化 据韩国总统清瓦台消息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执政党败选仪式表示 严肃接受国民问责 将致力于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 整治房地产问题等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 常任选举对策委员委员长李洛渊当天也表示 虚心接受选举结果 对败选负有责任 分析也认为 主要是因近期楼市风波 规划部门支援炒地丑闻等 让民众对执政党支持率大幅下降 也是文在寅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谢谢